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前 我开始构建心目中的这个世界 那时候我还年轻的感官 开始感受到家庭与学校外面的旷野 我还年轻的头脑 开始寻找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答案 在学校里我读的是历史 毕业后找到的工作是新闻 历史研究的是过去人类的行为 新闻则追寻现在人类的行为 自然用不了多久 这个年轻的心灵中就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 人类行为的面相一如人的面貌 人在遭遇到迥然不同的状况时 面孔会随着心情起伏波动 表现出喜怒哀乐 行为也会随着理智与感情的冲击 表现出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许多特征 在乱世的变局中这种情况特别明显 就像倒海鲁连不地秦 在战国乱局中鲁仲连抱持着宁可倒东海而死 也不愿遵秦王为帝的有所不为的原则 有所为的成功游说了赵国卫国 不对秦屈膝 两千多年以后清末民初的乱局之中 诗人苏曼书受到感动 以此为他一首七言绝句的起句 以苏曼书几首诗中的感慨 比对1975年到1987年之间的局势 就成为促使我把观察与体验到的人类行为 转化为几篇故事的背景 那段时间的变局您可以回忆一下 或者翻翻史书查查旧报纸 必然有所领会 也难怪当年我写作的时候就有感触 人生在世其实是茫茫淹水祝福身 不错 就在您看这本书的当下 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全世界各个角落 为一心执着的理念默默地艰苦奋斗 不知道有多少奇思怪想 正因为人类的好奇 稀迹与欲求 加上某些人的艰苦奋斗逐渐化为实际 更重要的是 当少数人正在全力拼搏 有所作为 甚至压抑欲望 有所不为的时候 大多数人仍然在不受控制的本能 与备受控制的资讯下 一天一天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 不知不觉或许有福 但是您既然愿意看这本书 就表示您不属于不知不觉的一群 为难的是 身为有知有觉的人 却并不见得有能力与机会唤醒群众力挽狂澜 于是油然生出 国民孤奋英雄类 我的朋友 世事本来是如此 我们或许没有能力与机会去改变环境 但是绝对不表示我们不了解 当然 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了解的不够多 更可能永远也无法全盘了解 但是只要我们不停地尝试去了解 就更能直指核心 不被事物的表象迷惑 也才能更明白 自己与他人所作所为的理由与意义 然后 我们就能在做一件事时 清楚地告诉自己 做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做 然后 去做 自从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 二十年已经过去了 虽然今天的时空已经和当年不同 科技的发展尤其迅速 然而人性永远不变 世间的悲喜剧也将会在老情节里面 以各种新的面目一直演下去 等待行家看出门道 二十年之间承蒙许多朋友阅读 关怀与讨论这本书 所以您 您们诸位 都是叶某的故人 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些故事 也希望您和他们一见如故 从此成为叶某的故人 叶某愿接这本书的再版 将一贯的思考与关切 撒上搅消正故人 正是我填的词 调记如梦令 年少单情科幻 还与天风龙战 今又见诗边 几度陡移心幻 君看 君看 人性可曾生变 感谢观看 人性可曾经